国内疫情出现降温趋势 不过CDC慎重起见 宣布在延长三级警戒到7月12号 也让自动设置部落防疫站的战事再延长 光复乡公所对此高度重视 除了编列预算支持协助 也提供相关的防疫用品 而部落防疫站人员表示 为了做好部落的防疫工作 情况再艰难也会撑下去 为前来部落的人车进行消毒量测体温 泰巴朗部落拉达布年龄阶层设置的部落防疫站 从5月份全国防疫三级警戒开始从未间断过 如今CDC宣布防疫警戒再延长两周 部落也只能咬牙苦撑 没有任何法源依据 人力物力都缺乏 以及部落的部分住户不谅解而可以重伤或不配合 防疫站也都不忘设战的初衷 还是请游客民众以及部落族人住户都能体谅 配合做好防疫 维护整体部落的健康安全 期间防疫人员都是自主性的也不是也没有领薪水的大家都自发性的所以说在大热天之下也希望多体谅我们防疫人员 台北朗部落防疫站设置将近半百天的日子 阶层青年轮值当班不畏苦 对部分住户可以重伤也不以为意 部落自主防疫的初衷与精神也令乡公所感配 乡长林清水于公于私都提供各项资源协助 防疫战事在延长 将公所也出力协助部落自主设置的防疫战 部落防疫战人员表示防止病毒散播传染是每一个人应该肩负起的责任 部落防疫情况就算在艰困 部落年龄阶层没再怕要撑下去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